花木兰虽已定大,却毫无热度,票房毒药刘亦菲再次普接。 花木兰是迪士尼首次采用中国元素为题材的电影,1998年在美国上映,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回忆,也让不少老外迷上了中国文化。 2008年,刘亦菲出床《好莱坞》,出演了《功夫之王》中被金燕子一讲,上次的《好莱坞经历》使得刘亦菲能够胜任花木兰的角色。 刘亦菲在电影中的打戏,动作行云流水,票量又不失力量,不少网友都在讨论,刘亦菲能拿下这部顶级资源,应该和她的武打功底、英语、外形有很大的关系。 照常说这部大IP制作在即将播出时会有很多的宣传和热度,可这次总觉得不对劲,刘亦菲被爆出来耀眼木兰时,全球基本上都爆炸了,可微博就是上不了热搜,没有热度,也有人说它是票房毒药, 每一部电影都是不温不火,几度扑街,例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等,希望刘亦菲能抓住机会,演技再上一个台阶,通过花木兰喜涮票房毒药的称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